今天我想說一下 最近很多人都叫home office 或者work from home 有些人有可能要被迫放假 就多了很多時間留在家裡 究竟在家裡有什麼好做呢? 其實一般人家都不會很大 如果你說真的要做運動 其實都未必那麼方便 我現在主要是做這個online learning 其實現在很多apps platform 都有很好的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例如我正在使用的 一個duolingo 學language的apps 另一個叫master class 就是一個網上課程的apps duolingo可以學到三十多種語言 一個subscription fee 我現在主要是focus在法文和意大利文 其實他們學習的形式就是 當你是一個英文的native speaker 然後用英文去學法文和意大利文 透過一些翻譯的exercise 認字 認字 認圖 去學習 我覺得其實挺好的 有reading 有listening 要你說回那句話出來 要你打回那句話的 譬如英文轉法文 法文轉英文 翻譯的模式 雖然你說 它未必是最natural的學習方式 但是呢 我都學了 所以我現在發了一千五百個生字 一美法文 它幫我count 已經學了七十七天 然後你說 嗯 對了 之後 另外那段片 我再講一下 master class 是一個怎樣的platform 我覺得